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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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了一本书叫《烂经》 有两本书刚好反过来的 一本是《易经》 一本是《烂经》 《烂经》不难 《易经》不易 《烂经》干嘛的呢 一句话可以概括 大概是他讨论的很多东西 跟《烂经》有关 你可以说补《烂经》不足也行 他觉得《烂经》可能还没探讨到 他说探讨到还没够深入 他这种补了《烂经》的一些不足 但是这个《烂经》跟历史记载的那个行医的《烂经》 是不是一回事那还不太好说 因为你看他的成熟年代 《烂经》是《烂经》是《烂经》《烂经》的 而问题《烂经》这个人肯定是汉代之前的人 假如历史自在的那个名医 所以一般认为 我们叫徐乐人 那你《烂经》假如说主要篇章是在汉代完成的 那么秦的时候还没有 所以可能这个名号是不同的人在用过 所以这里好像还有一点值得深究的东西 但是讲到匾阙 那我就讲回历史上的那个匾阙 可能跟中医的地位有点关联 就是这里有一个很出名的段子 就是魏文后问扁确 你家三兄弟 医学水平最高是谁 扁确说 我大哥最高 二哥第二 我最次 然后问为什么 然后扁确回答 我大哥能死人不病 但是 民生只有附近别 邻居知道 我大哥能死小病不变大 我二哥能死小病不变大病 所以乡里都知道 我能够把重病的病人抢救回来 所以传国文 你说哪个难度高呢 听起来好像扁确的难度高 其实前面的难度更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好像人的心态挺奇怪的 比如说你在重病的时候把你抢救回来了 你很感恩 但假如我让你从来不病 你觉得没感觉 你不感恩 我刚讲的中医学关注生命健康治病 其实 比如说我让你不病 中医学比较擅长 小病不变大病也擅长 这不自慰病吗 但西医他更关注的是治病后 其实有点说西医做的事有点像扁确本身做的 而中医做的有点像大哥二哥的 所以反而铃声不是很写 最近好一点 所以那种养生书 虽然鱼龙混杂 里面很多东西 说老师我觉得 我不敢说他传忽悠 但是有部分是放大了 或者是七分讲成十二分的 有这种情况 但是客观上呢 好像中医的一些理念 在民间得到传播 中医学至少在民间的影响 慢慢扩大 所以 这种东西有负面的 应该说对中医本身发展 也有一点正面的影响 然后到了东汉张仲景 也是很聪明 所以你问民间 那就是扁确画头 你问中医界最推崇谁 张仲景 张仲景写的本书叫《伤寒杂病论》 然后后人把它分开 分为伤寒论跟经规要略 你注意 这个伤寒跟现代医学有个伤寒病两码事 我们的伤寒是被寒血所伤 讲白了就是受寒 受寒之后引起的一系列变化 在讲得更容易明白的 讲究的是外感病 就怎么辨识外感病 跟它的治疗 而金贵要略讲的是内伤病 什么叫内伤呢 这个内伤不是我们民间讲的那种 打到内伤那种内伤 就有点像现在讲的内科病 比如高血压 胃溃痒 关心病 在古代虽然没有这些名称 但是这种内涵是有的 讲的是这类病 病归要略 所以一般给它一个说法是 创立了辩证论治的整治理论 换句话来讲 张仲景之前 实际上 关于指定的单位有三个 病 中医辩证论治的症 还有一个症状的症 关于这三个概念 我们讲到中医学特点 辩证论治的时候再展开 我感觉到像黄帝内经 大概是这个概念比较多 有时牵涉到这个概念 而关于中间 张仲景用的辩证论治这个观念 还没有正式形成 那么换句话来讲 中医现在的看病模式 以病症为参照 然后关注点放到这里为主 这个模式是从张仲景开启的 另外还有一个模式 现在也认为可能跟仲景 关联比较大 就是方济 你注意啊 方济不是张仲景创的 但是应该是在他手中发扬光大 你注意到没有 刚才黄帝内经讲什么呢 灵书讲针灸 数问大部分讲的生理病理 诊断治疗 当然灵书也带有这种内容 在黄帝内经里面出现的方不多 也就几手方 那么张仲景之前 中医很可能是针灸胖出的 从张仲景开始 方济的影响越来越大 但你说是不是针灸就沦为配角呢 我不这样认为 其实是这样的 比如一个人来看病 有的是印证针灸疗效好于方样 有的是印证方要好于针灸 更好的是两个一起来 所以尽管你们是针灸专业 但是你方济一样要学好 因为你面对病人 你又选择 当然你还学西医 也有西医处方权 至少在目前还有 那么假如真的西医对这个病 效果也很理想 我觉得也不拒绝 因为目的就一个为了病人好 哪样好哪种组合好 我就用哪一样 所以张仲景的名声之所以道 是因为跟辩证论之有关 跟方药的应用有关 所以有的人说他是方济之主 这句话恐怕不对 你可以说他发扬光大 不是他创意 但是他里面有很多名方导是对的 比如说你们以后学方济那本书 大概会学到一百多首的方 你注意啊 古代的方 你说论万也不为过 一般列进教科书的都是比较经典的 实用性比较强的 而在这一百多首方之中 从三寒金规里面拿出来的方 可能我估计占了大概六分之一七分之一 那他的补重分额应该是相当大的 那么假如你说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第一座高峰 张仲景三寒杂病论就是第二座高峰 但是还是那句话 不能认为张仲景就是中国医学的最高峰 因为医学一直在发展 我们后人把仲景叫做医圣 圣人的圣 中国人很奇怪的 喜欢历圣人 文圣 武圣 医圣 历圣人不要紧 这里无非是让后人学他们有一个侃模 这不要紧 但是医圣也是人 文圣 武圣也是人 你假如把圣人的水准推得太高了 变了后人忘成莫及只有吃成的分 那你就没办法学了 太打击自信心了 是吧 他们也是人 一样可以超越 所以千万别存这个观念 它就是最高水平 我觉得医学在发展 而且很多理念在仲景年代没有 很多观念是在后世才发展起来的 应该说越到后世 你成为一个好医生的可能性越大 越资讯又发达 那这里顺便评论一下就是画头 是跟仲景几乎同年的晚一点吧 东汉末年黄金起义 跟着就三国演义了 然后我们画头先生登场了 但你说画头为什么在林间名气那么大 跑到医学 名气反而没有张仲景大呢 吃亏了 没有一本 现在又是什么相传画头的书 有 但是不肯定 当然张仲景是肯定的 那变成你说你画头再高明 你的东西我没法学 所以你看在民间传说之中画头地位高 甚至在当时 应该说画头地位也高 你们以后学 一古文就有画头传 古代能进传的身份地位不简单 没有张仲景传 但张仲景传本书流程下来 那么后世的医学模式 基本上按照它的 那么影响就越来越大 所以这里就给大家一个教训 想出名写书 当然写好书 下来神龙本草经 神龙本草经 神龙长白草 典故大家都学 但注意神龙本草经 也不是神龙写的 漢代也是漢代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建立了中药理论的框架 比如现在中药理论 它用寒热温良 心肝酸苦咸 寒热温良士气 心肝酸苦咸五味 来归纳中药的功效 这种模式是神龙本草 神龙本草经建立的 所以应该说这几本书 基本可以代表 中医学形成初期的 那种框架或者是模式 可以当作代表作 好下来我就讲的快一点了 因为这个我后面讲 医史会有介绍 跟着就是发展 发展 首先是去到伟晋隋唐时期 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丰富实践时期 好了 《近代黄书和诸麦经》 你注意这里 中国古代的一级汉流冲动 你数也数不完 你看我们列出来的都是第一步 所以写书还没那么简单 要写第一步 那个领域没人搞 但是就算有人搞影响不大 你可以卸足一下 你不要跟风 所以你看某一本很热麦 你就跟着写 可能经济上能得医 但是学术上没有读重性 《黄书和诸麦经》 第一本麦学专著 麦经就把麦 很多人学中医 觉得中医很神奇 就从麦相来的 麦相有没有那么神奇呢 我觉得有点夸大了 我们知道中医整定是 整段的模式有四个板块 旺 闻 闻 闻 窃 他们怎么排序的呢 后人给他的定义是这样 旺而知之 为之神 一看就是什么定之神 闻而知之 为之圣 闻而知之 为之圣 闻而知之 为之公 切而知之 为之求 排名并不靠全 说白了 麦诊是四诊之一 你说我能不能光平麦诊就能诊病呢 我感觉这样的医生应该很少 即便有光平麦诊给他诊病也不太负责 你想想诊病我应该收集的资料越多 诊断的准确性越高 就算你麦诊很厉害 我问多两句 你参照的东西更多 你诊断的准确性会更好 但是你说为什么麦诊会变成了中医的形象代表呢 实际上是这样 你看旺诊其他医学有 西医也有 闻诊也有 闻诊人家医学也有 好像麦诊跟正儿八经的成体系的切脉 好像是中医比较特殊的 你经常做形象代表 要不就是他 这个东西很厉害 要不就是这个东西很有特色 我觉得他是因为特色成为形象代表 因为假如说你在电视上在电影上 你扮一个医生 你这样问病人 真分不清你是中医西医 但一把麦分得清楚 他有个动作在里面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在医学发展的早期 我查过资料 大概旺诊文诊问诊 发育的不算太好 所以麦诊的份额比较大 但是越到后期 旺诊文诊问诊的份额越来越大 所以他的比重在下降 但不等于他不重要 同样重要 但是没那么神奇 也很简单的 在《伤寒杂病论》之中 几乎没有舌疹 这个时候 换句话来 张中庆的时候舌疹都不偏用 但到了现在 其实我们临床诊断一个病 一般的医生 依赖舌疹更多 为什么舌疹很客观呢 你伸个手头来 红就红白就白 不会说红的你就说白 你最多说没那么红 但他还是红啊 行吧 基调不变 但是卖相 虽然说有的很客观 比如说佛城 快慢 有力无力 这种很客观 但是很多有点麻烦的 他经常用形容词的 比如说如青刀 刮足 如暗琴弦 都是一个如 形容词 那你要把那个形容词 转化为指下的感觉 难度比较高 所以卖诊 重要 应该学好 但是跟其他诊比起来 掌握的难度有点高 好 今天课上到这里 好 下来 黄补密的针灸甲语经 第一本针灸学专著 这基本上不需要解释的 刚好对应你们这个专业 就是说 学针灸 要注意我们现在的白话教材 白话教材的好处是好学 规范 条理 但是一些很 比较深层式的东西 还是在古典文献之中 比如《针灸甲语经》 《黄帝内经》的《灵书》部分 在里面找内容 但是这类的书一般 不会拿来作为教材 是拿来作为你们以后 做医生之子 之后自己查阅 然后 《随代曹元方的诸病元后论》 第一本《病因病基学专著》 什么叫病基呢 中医讲的病基相近于 现代医学所讲的病理 基理 基理 差不多 什么叫病因病基 我们靠后的章节 专门讲病因病基 去到那个地方再理解 但是现在应该说 比较少人看《诸病元后论》 为什么呢 它的内容现在已经 转化成教材的东西 差不多都齐传了 个别 可能《诸病元后论》出现的病因病基 在我们现在的教材不出现 也许是经过那么一两千年的实践检验 有的内容不是太适合的 所以现在的教材没纳路 再下来 比较热闹的年代是《诵经元》时期 《生灵突破》时期 这个年代你看《诵经元》 尤其是南宋是比较弱的 你到了经元呢就是异族统治 这里反而出现一个乖现象的 你看义族统治对汉族 军事政治是打压的 但文化好像不算明显 感觉还是比较养恶中原文化 你看看 反正它武力征服了你的人 但是我们用文化征服了他们 到底谁征服谁呢 所以你看好像义族文化进到中国 从来都是被汉文化给通化掉了 所以我们没有被它通化 所以反而在学术上出现了真名这个格局 当然医学发展到这么一个阶段 积累得越来越丰富了 也应该出现这么一个阶段 好了那么宋代陈吾泽有本书读起来 不是太流畅 三阴疾一病症翻论 讲什么呢 它里面提出一个三阴学说 实际上就是病阴的分类 病阴如何分类 这个学说到现在还有影响 虽然我们现在不是用三阴来分类 但是那种分类很急还是在 我们到了病阴学说再来体会 然后下来就是很出名的晶元是大家 你注意啊 任何一个连带肯定出来的大家都不少 但是我们一般讲医史也好 中国发展史也好 都只讲代表性最强的那些 金元寺大家 第一个是刘元树又叫刘和尖 一般叫做寒凉派 什么叫寒凉派呢 就像广东人一样 有事没事喝凉场 你不老是说上火吗 其实刘元树也是以火热利论 他认为相当大比例的病 是因为火热引起的 所以火热的病 你就算没学过医的人 你自己也知道 会找寒凉的东西来对付他 这就是寒凉派的 跟着离稿 就叫李东丸补土派 这里牵涉到五行学说 这里没法展开 在这里只能略略点一下 中医讲的土接近 我们叫脾胃 接近现代医学所讲的消化系统 你说为什么用土来代表消化系统呢 你看看很像啊 土的作用 接受容纳万物 再化生万物 而消化系统接受容纳食物 再化生养养物质 它们功能的异象很接近 那么最接近土就放到土系统 大概是这个意思 然后我们去到五行学说 再展开一点 下来张从政叫公邪派 中医讲的这个邪 大部分它的意思指的是病因 尤其是外来病因 当然有时也指内在病因 那么它在概念你说跟哪 跟什么相近呢 我觉得很像现代医学的某些观点 有细菌抗菌 有病毒抗病毒 你外来的我对抗你 三位里 跟这种工学的概念很像 所以这里 我觉得这里 它提出的汉兔下法 其实在古代已经有 但是到了它那里更加强调 而且可能用得更加好 我不能说它西派 但是你可以说它跟西的很多想法 是相吻合的 下来朱丹西 养阴派 这里牵涉到阴阳学说 有点深 这里也不展开 什么叫养阴呢 广东人可能对热性病会熟悉一点 比如说你说上火了 稍微有点水平的老百姓可能还知道 你这是死火还是虚火 刚才的寒凉派对付的多半是死 而这个养阴派对付的就是虚火 你说阴跟虚火怎么拉上钩的阴阳学说的内容 我们可以用凉茶来说法 别说黄老级寒凉的 但你注意啊 黄老直信好像有不止一种了 苦的那种寒凉的 你说饮料的带有甜味的还真不好定义 虽然它是寒凉 但是跟传统意义那个寒凉还是有点不同 而清补凉 养阴的 就沙僧 玉竹 麦中 百合 狗吉子 那堆经常 广东人经常拿来熬汤的 还有很出名的六位帝王丸 补阴的 关于六位帝王丸 中国的老百姓 认识上有个偏差 为什么呢 他把它当作补肾 六位帝王丸确实是补肾的 但是在中医没那么简单 一个肾虚包不了所有东西 中医一定要分清楚 你到底是肾阴虚 肾阳虚 肾气虚 还是肾阴虚 你不能拿一个六位帝王丸来通知 六位帝王丸只适合肾阴虚 你假如用一个肾虚来包 恰好它是肾阳虚的 你用了地位帝王丸反而吃反的 不吃还好 越吃越糟糕 所以中医的东西 没有那么大块面的 都很细致的 还有一个 你说他们是不是看病 只按门后来 不是 你只能说他们擅长某方面 他是提出某方面的观点 他看病还是该什么就什么 比如说你刘丸素碰到一个 寒性病的病人 他应该还是用温热药 你最多说他擅长用寒药 所以我这里就提醒大家 我觉得中医界有时候有一个不太好的东西 门户 你说你有门户那不奇怪 比如说你有师承 或是我对某一个学派比较感兴趣 或者我本身我就是 比如温病家人死的 伤寒家人死的 无所谓 但是你把你自己的门户看作独大 最好 这就有问题 因为我看见很多人都是 比如说我是伤寒的 在赞扬伤寒之余 那无所谓 有意无意就可能贬低其他的流派 他是我是闻病的 强调我闻病重要性的时候 可能又贬低了佛神派 其实各派各门各派各种制法 都有他的心动 所以我觉得随意的人最好是这样 你喜欢某一家可以 但是最好样样都通 海纳百村有勇来的 一开口就我们什么派 那我是什么派 小家小局 中医学本来是很大气的学区 还有我们经常说专家 中医是先薄后专 西可以直接就专了 因为他分科越来越细 你比如说耳鼻喉科 我专门看耳的 看耳上我外耳的我内耳的 中医没这回事 不管你内外复和其相通的 整个原理跟用药主方基本上相通的 只是你看内科看得多一点 他看耳科看得多一点 但我内科医生肯定能看耳科病 耳科医生肯定能看内科病 所以应该是通 所以这里要注意 然后明清时期 中和汇通深化时期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 中医学里说最高峰在哪里 我不好下定义 因为现在人大概很推崇两本书 《黄帝内经》跟《上海招兵论》 我觉得作为经典应该可以的 所谓经典是比同时代高了 而不是永远站在最高峰 我个人有个感觉 可能是在清代 但很多人说清代中医没落了 你最多说他可能影响性很大的医家 没有像张仲锦那种 但是我倒觉得他好的医家多 因为大家都好 你就很难显出有一两个粗类把症 我为什么这样下判断呢 你想想很简单的 医学一直在发展 到了清代甚至民国 那个时候资讯相对发达 我想看什么书都能看到什么书 而你仲锦年代 黄帝内经年代 你再聪明也好 你能参考的书有限 但我为什么不说现代呢 你说按道理现代人的 现代资讯更发达 是理想收的东西太方便了 大部分在网上一收就可以了 尽管不见得百分之百准确 但一般不离谱 但是就有个问题 我前面讲了 现代人的知识体系 对古代的东西 尤其古代语境下的东西有点吃不透 它变成了饭而不够深 而清代化是民国的医生够深 你说从饭的角度可能不如现代 但是综合评价有可能是内传年代的好 但是我不排除啊 我们这个年代出泪拔萃的人 也比得上那个年代甚至更高 为什么呢 比如说 清代一般的中医懂西医的不多 而现代中医不懂西医的不多 你最多说他精神不精神 你起码多了西医这个参照系 你临床的思路可能有利有弊 B 你可能从西医参照系之中得到一点启发 B 被西医的诊断跟治法牵着你的鼻子走 有意无意把西医套断当作指导原则来指导用中药 那就走歪了 怎么走歪我们讲到后面再举例 所以这个是有利有弊看你怎么处理 明清时代的特征是比较多的大型的类书重书 比如什么《医中经见》啊 《古经图书集成一部传录》啊 这一类 这类书有什么好处呢 实际上是总结归纳性的 把古代很多的医书 它分门别类 比如说一部传录 比如它有一个心记门 那它分门真的是分门别类的 比如说咳嗽门心记门 什么叫心记门呢 比如说一个病人感觉到心跳 你在教科书里面 因为教科书编的都是比较规范的东西 不可能把古代所有的内容都塞进去 而你只要教科书里不得要领了 你可能可以查一下这些书 它里面是什么呢 它把古代医家影响比较大的定音 有哪个医家做了论书一直列下来 病基什么医家做了论书列下来 诊断列下来 用方列下来 所以这套书其实 这些书应该是拿来查的 一般的医学图书馆都有 你说个人值不值得买呢 没必要 因为这种东西假如买光碟吧 有光碟 光碟肯定有嘛 还会比较好查 当然假如家里确实比较大 经济又不困难 像伊布传录这些书真的买了 放到书柜里面挺有档次的 它竖着放有这么多 金装本 你把那个书柜里面一放 有的人现在装修把书柜放到厅的 为什么显得自己很博学 这不更博学吗 下来 温病理论的创立 温病对付什么病呢 外感温的病 就好像现在很多的传染病 甚至是列病传染病 都在这个范畴 那么你起码可以看出来 年轻年代 传染病还是比较多 因为有些学说的发生 发展 跟他那个年代的执病谱有关 好了 那么这里几个 吴又可 叶天寺 无举通 谢生白 是属于温病局的大家 温病学你们有后 专门会学 这里我只要求你们知道 威气引学辩证是叶天寺创的 三交辩证是无举通创的 你说什么叫威气引学辩证 什么叫三交辩证 我前面略略提到一个辩证论词 辩证无非是在病的背景下 分出很多个亚型 而这种分亚型的方法有很多 你们以后会学什么八纲辩证 分内容的掌握 其实要求不高 一般要求里就是 人名对上书名 对上他的意义 再来清代皇亲任的衣领改错 衣领改错对医学的贡献在哪里呢 解剖 你看我们皇帝内经有解剖 但是皇帝内经等险为境等不了 那么自走自的路一直发展下来 但是西医大概是明末进到中国 大概是通过传教士 那么到了清代影响比较大 应该说皇亲任那个年代 接触西医可能比较多 那么受到西医学 重视形态学的这个观念的影响 那么他可能试图重新 从解剖这条路看看 对中医学发展有多大 不评论他整体的发展有多大 但是他倒有一个地方比较好 医学理论 医学理论其实自古就有 只是到了皇亲任他 因为医学是形态性的 所以你通过什么尸体解剖之类的 很容易发现这种形态学的病理变化 所以应该说他特别强调 而且也创了几个活血化语比较出名的方 我倒觉得这一点贡献是比较大 为什么呢? 活血化语法 现在在中医学 我觉得是比较好用的一种方法 而且他的私印症很多 比如像什么呢? 慢性病多半兼医 脑连病多半兼医 蓝症怪症多半兼医 肿瘤不用讲了一定有瘀 一定有瘀 用范围很大 还有比如说 年纪大了 养生预防殖病 有瘀无异也加点了 活血化瘀 应该说他把这个医学领域的东西 有点是提升的 最后一个 现代跟近代 这里真的一言难尽 也只能略略提一下 反正你们有中国医学史 近代比较出名的是中西汇通 而现代比较出名的是中西结合 跟中心的话 那么中医汇通怎么评价呢? 尝试吧 一般的认为可能是 为而未通 就是有过这种常识 那么中西结合怎么评价? 那中西结合我觉得难评价在哪里呢? 没定义 什么叫中西结合? 你没有清晰定义下 你叫我怎么评价? 假如你说中西结合就是 临床上碰到病人 中医好用中医 西医好用西医 病情太复杂 大家把握不大一起用 那我觉得这个基本算成功 因为现在的临床 基本上是这样做的 而且病人也这样选择的 有病看西医 好不了看中医 他说两种药一起吃 尤其广东的病人很喜欢这样的 你不结合也得结合 而且那个疗效 应该这样讲 中医擅长的 也许刚好就是西医薄药杆 西医擅长的 可能刚好也是中医的薄药杆 两者敲好形成互补 因为大家关注的 关注点有点不同 所以这个我觉得 基本上可以评价是成功 但是你说 假如说定义为中西医理论的结合 产生一门新的医学 难度相当高 那不是一般的高 我也不愿意讲太悲观的结论 你要讲 不要中国人自己讲 西方人讲 我们不评论中西医结合 太敏感 用西方人说法 什么叫不可通约呢 他认为 西方大概这样 学科与学科之间不可通约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物理跟化学 都是自然科学的两个具体学科 但假如我明明是物理学的东西 你硬要用化学把它翻译过去 那不用讲的 被翻译的肯定信息丢失 翻译不到位 假如翻译到位 我干嘛还要物理啊 我完全用化学来解就好 什么叫不可通约 你一看知道通分月分 讲得白一点 不可通约就是没有共同语言 那么我们这样讲可能有点得罪人 那我觉得最多也就部分通约 但是你说传练通约其实难度非常大 你们是学外语的 麻烦你把唐诗翻译成英文看看 你可能大概一诗能翻译出来 但是这个味道还在里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 你两个互不认识的人 中英文都懂 第一个人先把唐诗翻成英文 第一个人不知道原来唐诗 再把英文翻成中文 你再对比一下看差多远 你这不是自然学科的东西 这很多定义的东西 其实你翻起来相对容易的 不要说唐诗 我在网上看那篇文章 西方一个评论家 他评论什么 评用金庸小说 就一本书一本书介绍 反正你看完了 你觉得他确实是介绍某一本书 但里面讲的内容 反正重点没抓住 不重点的全部抓住了 就是那个观念完全不一样 你说的错吗 也没错 好了 跟着就是中医现代化 其实我觉得中医现代化 跟中西结合 没有太大差别 中医现代化 也没定义好 你假如把中医的所有古代的东西 完全变成像西一样指标化 那么这种现代化 恐怕也会出现一个问题 通约问题 但是你假如说把它定义为 中医本身不断的进步 与时俱进 你现在治病谱发展到哪里 我中医能跟得上 我也能治疗这些病 那么好像难度就没那么大 所以关键是看你怎么定义这个问题 所以你在这里 中西现代化有没有出路 有没有前途 其实有个大前提 你先落实 定义清晰 那么序论先讲到这里